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虽然我不是一个人来法国 但是偏偏在法国 我有很多时间都是自己一个人 所以就想着记录一下 我自己一个人去过什么地方 走过什么路 吃过什么 其实今天只是我在法国的 第二天 正确来说 但是都没感觉到危险 然后还有Airbnb 可能是因为这些区比较安全 这边全部都是主要区 我一个人走一走 我都不觉得有什么大问题 那些人不是常常说 巴黎的地方很骚髒 但是我暂时又不是很觉得 可能我还没走到一些很骚髒的行李 因为我普遍都是走一些大街 我觉得其实跟香港差不多 不是说特别的 骚髒 你不觉得不舒服 其实我都会很小心 在那边看后面 我的危机意识是非常之高的 打胜100分精神的 是要这样人手推门才能进来的 就在这间餐厅 跳队长到 我妈妈都不认得 所以是百年老店 跳队很长 现在进了一间 朱古力店 很多朱古力 然后又有糖 又有朱古力酱 超棒 这家似乎那些老子好 他好有心机 我认真 蘋果橙柠檬香蕉 为什么可以漂亮得这样的 这个 是不是也是朱古力来的呢 我们现在吃完东西 然后打算走到洪楼坊 然后看到很多警察 很多消货车 很多国旗 刚才有人举到很多国旗 结果我们也是来到 走到过这个洪风车那边 但是 真的很多警察 好了 你们要小心啊 走吧 谢谢 刚才跟拿德他们吃完了 因为是百年老店 然后他们又想吃 然后我又想吃 然后我们一起去 刚才跟他们去了洪楼坊 然后他们说想吃一个布丁 但我们就不想吃 所以我就会自己一个 再逛逛我想走的地方 那我就很想去老乎野到潮蛤星 我是可以在鹤鹿坊沿途 走过15分钟 是看到很多警察 都是有 刚才我是客人 因为我突然见到有人耍水 然后可以被人体验做消防员 应该是 我还以为这里是暴动的范围之一 客人给我 似乎我已经到了 就在这里了 老乎野啊 好漂亮啊 其实想来老乎野就是想看这个顶 超级漂亮 挺漂亮 好帅啊 好帅啊 因为没有在百货商场里面 买了所有东西 因为 英文欧洲 都是喜欢一个商店 一个商店 我就觉得是不方便的 老乎野这些地方 真的很合我们这些 懒人 不过也是那一句 因为很多人 所以 照生财物 小心 手袋 但是不过呢 我觉得shopping wall 有个好处呢 就是因为 商场里面的位置有限 所以其实货量 都不会太多 是很容易没有货 所以 我在这里找不到想要的东西 所以现在呢 我就要出回去附近 一间 比较近一点 看一下没有货 以我想说呢 我刚刚在google map 找到第二间 都是在商场里面的 唉 希望有啦 好了 买完东西了 然后呢 现在已经是 快到7点了 我应该会 吃那些甜品 才返回 但我想说 本来我想吃那家 Angelina 原来是收7点 我真的很想喝 它的热巧克力 但是 现在是7点了 所以喝不到 吃不到 现在就要去 找第二间 看看可以吃什么 然后找到 我是找不到 我想找那间 但我不过意 走到一间 百货商场里面 这一层超多甜品 我现在打算 买一点 回去哪里吃就算 超贵 我记得这个又是必买的 好吧 那我先买这个 好像超贵 是6欧一个 Hi Can I just get one Yes This one please This one This one is macaroni 主要 This one is 玫瑰荔枝 Best seller 这就是玫瑰荔枝 看起来 さあ 这就是玫瑰荔枝 那是玫瑰荔枝 这就是玫瑰荔枝 啰椰荔枝 那也一个 这个是玫瑰荔枝 就是玫瑰荔枝 是玫瑰荔枝 这就是玫瑰荔枝 我来看看 你自己三个枝 就把玫瑰荔枝 就是玫瑰荔枝 你看 有多拇惑 有些人 我的天啊 我只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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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想你 每天都想你 我的天啊 我好像很漂亮 我都想你 我太喜欢 我太喜欢 今天就是我在巴黎的最后一天了 然后今天又是我自己一个人 因为我的同伴们很要行山 这次来巴黎的时间有点少 所以我有很多东西想做 但是做不到 所以我打算今天就自己一个出来 再逛逛 其实我是很想和巴黎铁塔拍多些照片的 我只是在一个位置看到巴黎铁塔 所以现在就打算去找些位置 然后看看能不能憑我自己的力量拍到照片 这个站是去白洛宫的 还是夏洛宫 不然间忘了名字 所以一出来站其实是很多观光的东西 那来到这些观光区 就是开始小心财物 其实我沿途都是非常小心财物的 总之大声十二分精神就不怕了 哇我们到了 就是这里 见不见到个铁塔 超级漂亮 超级漂亮 到了 好了 但是现在问题就是 如何可以找一个好的位置拍到好的照片 而是我可以自拍的时候 又不怕有人偷我的相机 现在去默色一下这些位置 我走了过来最边边 这边是一个人都没有 啊 但我知道为什么那些人不来 因为有条柱啊 啊 见不见到下面有很多人 大家就在这一条楼梯拍照 但是在下面拍的时候 又是会和人争的 所以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在这个位置拍到它 这个位置如何 但是呢 其实我要靠个人遮住这一条柱 但是这样借位其实都ok的 我试试 我现在准备把镜子放在这里 然后我这样站在这里拍 然后再走近一点的塔 然后来到这片草地 然后在这个位置拍过去 就有一个野餐的feel了 自拍没问题 完全 然后沿着巴黎铁塔走过去 会有一个旋转木马 问题呢 就是这个回旋木马 究竟怎么才可以拍到它和铁塔呢 但是呢 这里真的太多人 这些是不是传说中的骄人魔术呢 他们偏偏在这些位置 正在玩 本身呢 在这个木马和铁塔之间呢 这里是一个很好的拍照位 但是呢 可能因为太多人拍照 然后它现在完全围住了 所以是完全没有办法 可以在这个位置拍得漂亮 就是自己的话 所以我想现在我应该要放弃 在他们的塔很近呢 附近也有一个旋转木马 所以我就在那里找个好位拍照 我看到有些人走着楼梯上去 那塔里 我来到塔底 我有点震撼 在塔底上看上去 但是呢 我就不靠地 我就在下面草地那里 欣赏它就可以了 现在我来到这个是 不是 战神广场 它也颇多人 但是我想说呢 我感觉都蛮安全 因为虽然我自己来到 但是呢 我看到呢 也有很多警察 这样拿着窗 在那里巡落 所以应该不用那么担心 会被人抢 因为 始终警察就在旁边 其实这一边呢 都是唯一 两个官员区 我看到 有那些 骗人魔術 然后有那些手绳档 基本上都没有了 然后其他都是 买一些装饰品 买东西 其实都很正常 手绳档都不会很过分 扯着你的手不放 他们都是 给你看看 你不可以 然后就 放你 所以 那个态度是挺柔和的 我来之前的想象 和现在我经历的 是完全不同 好了 这次巴黎之旅 就到此为止 我觉得这次巴黎 其实都遇到很多好人 和好事 就好像刚才 陪我前面过去 没有啊 说帮我付钱 我觉得人们都很友善 就是 是很 很愿意帮忙 之前搭车 接着我们又在听不明白 发文 接着又在身边的乘客 又帮我们解释 什么意思 很多大大小小的东西 加上来 令我对法国的印象 是非常之不错的 当然每个地方都会有 好或者不好人 那今次我经历的 大部分都是好的 我对法国的印象 真的挺不错 所以下次会来的机会 是非常之高 其实我觉得一个人 对一个地方的印象 真的好看第一次去那样的时候 那个地方给你的感觉是软寒 因为我之前也是因为 第一次去韩国的时候 接着是受到太多韩国人帮忙 所以我才很喜欢韩国 所以发觉到我来 都是一样的 挺不错的回忆 这次去韩国人帮忙 那边是一样的 这次去韩国人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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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